因為老師可以操作 那這個操作跟過去我們多媒體裡面 很多都沒有 然後老師自己要後製 後製還要沒辦法寫字 又沒辦法畫圓圈 那個又要下載很多軟體 那OneNote我覺得 我覺得我會去試試試試用看 而且最重要他是會建立一個 你的已經多媒體的檔案 有點像老師的資料庫 對資料庫以後你在哪時候用哪時候用 一直得急 那你越玩越多的話 那個就越成熟 那未來教材就好不好 你可以變成你自己的 那另外當然是老師提供的 也深度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群組 用籃球的五六個型 然後你做運球他做投籃 他做戰術 然後分工就可以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錯的 概念 那我就覺得我們過去 東風大學局勢有分組 我們都有分專長的 籃球的一組 排球的一組 武術的一組 然後舞蹈的一組 健康體能一組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些共享 我覺得共享的話 在緊急事件發生的時候 很好用 不用大家看那麼多影片 然後而且是做好功能 然後就上傳像羽球 只要誰看 一個看邰智宇 一個看李楊沛 然後把重點都做好 就可以兩週三週可以用 這個剛剛引導我 我覺得我們會後可以 挫群組然後慢慢建立這些 這些資料庫 因為我們有時候 那時候沒有都是個人的 這個可以匯整過 因為說真的現在 國中小特別強調共備 那OneNote的這個 我補充一下就是 OneNote課程也可以做共備 也就是我同樣這個課程 我們現在 比如說這個體育課 那我可以把其他使用者加進來 也就是呢 您直接 你看 在這裡 我產生一個代碼 不管您要不要分享 如果你願意分享 就這個公開 他可以直接訂閱 那如果我沒有要分享 我只侷限我們學校的 這個體育科老師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好 沒有 沒有 我是說 OKOKOK 好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課程代碼給他 如果不公開的話 那我就 你看我把它選一下 好 把它選起來 好 選起來之後呢 那我回到我的帳號裡面來囉 我另外一個帳號是在這裡 那我就到我的課程 您看 在這邊 有沒有右手邊 除了自己建立 是不是可以叫訂閱 我就可以訂閱 另外一個老師的 建立 那我把我的代碼打進來 OK 那兩個人 就可以一起共鞭 哈哈 有沒有 我是不是就看到了 就看到他了 那 在這邊呢 如果有需要 我就可以自己 來這邊 看一下 訂閱 分享 取消訂閱 好 有一個 他跑去哪裡 我記得他可以加進去的 現在這邊我沒有看到 好 這個部分我回去先確認一下好了 因為我記得他這邊可以大家 好幾個使用轉型加進來 那 我再把這個部分錄成一個影片 好 到時候就 正琴老師 公布一下就好了 我印象中是有 好 李老師 在班級上課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 班級經營 嗯 那還有兩種方式說 嗯 我希望同學 他可以回饋的是 他自己去拍動作 那他自己可以去上去 把他自己的動作 把他記錄下來 對 把他記錄下來 或者說他有什麼問題 或者說 他覺得說 我們需要 他的動作 你覺得你的動作怎麼樣 嗯 那他把他 寫上去 或把他標示出來 他可不可以製作以後 回傳給我們 這個功能有沒有 這個功能 他其實 這個還是屬於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 在群組裡面的功能 也就是說 你還是要同學加入 您的這個課程 對 那如果 因為 今天會比較限定在 就是 當老師的資料庫 就盡量不要讓 老師有 重複的功能 就是 跟穿著他 是那邊 就是 重複到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講 OneNote的功能 原本都是在補充 穿課時比較沒有的 嗯 對不對 所以我會比較 往這個方向走 但是如果 老師你要跟我一樣 把同學 帶出手 呵呵呵 其實我也不反對 但是說 您必須要 上課的時候 要請同學 欸同學 我現在有加入了一個 然後 我們 建立一個 我們自己班級的 這個OneNote的群組 麻煩你要自己再加進來 對對對 您會多了這一塊 因為 當然是 我們也是 剛好疫情的關係 嗯 那我們 你在政府份都提升了 對 因為是 以前 以前大概不會太 不會有這種需求 以前不是實體嗎 對 因為我們也沒有管那一塊 嗯 因為這樣的話 我覺得很好 那我們大約都提升了 那老師給我們的中心 那我覺得很好 那我們 得到新的中心 當然 我們希望是多去嘗試 是 當然 老師會覺得 我自己很麻煩 會多 如果老師願意嘗試 其實都OK 對 你願意嘗試的話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說 功能越多 對我們來講 越有幫助 因為我們還是 老師講 我們自己還是要去摸手 一定的 這樣的方式 那我覺得是很好 所以 我有錄影 這裡 不是今天的錄影 是這裡 來您看 在我的部落格 有一個OneNote翻展學習區 那裡面呢 就把這些東西 通通記錄下來 那您要找我的部落格 您就用這個數文老師 這個關鍵字就可以找到 這裡 那你看 點進來 點進來 好 往下走 往下走 我這邊就有分 這裡 好 使用者要怎麼注射 然後呢 在下面 學生怎麼學習 怎麼加入群組 再來 老師怎麼備課 我都把它一段一段錄下來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個 會比我們今天講的 更完整 對 然後班級精明老師需要在這裡 哈哈 有有有 這個 我已經2016年就錄好了 哈哈 是的 然後呢 您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還需要高手過招 哈哈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技巧性的 那個 這個功能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 比較快的方式 您就可以透過這些 再去看一下 那我也寫了很多的文章 在分享這個OneNote 對對對 所以我 為什麼說我是他的重度使用者 哈哈 我自願付費沒關係 哈哈 學生加入不用付費 帶老師付費就好了 這個還好 OK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非常開心的 聽完那個 廖教授的經濟的解說 當然他也留下很多的訊息 那如果 師長們可以先 按照老師的方式 去找到一些答案 當然是 如果有需要 那我們的E-mail 廖教授的E-mail 也會給大家 那你可以 也可以跟廖老師 在深度的一個 在我的blog上面 對對對 好 那我們 還是用 借用大家雙手 給廖老師一個 任務的掌聲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現在要頒獎 還有頒獎 我還有頒獎 所以我自己 我有自己帶網路攝影機 對對對 那因為我們分聘 要是我們先生擔任本市長 伴侶 117年度第一學型體育工作法 授課導師 然後 辭聘 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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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也感謝教學組 我盡心地安排啊 那我想說 未來如果 我們有些需要 11月17號老師還會來 ok 對 我們還有一場 再請老師來多多幫忙 那 老師們 都 還是需要 很多軟體都是要怎麼用 用久了就會有心得 用久了也會有問題 那17號再來問問老師 如果你用的情況 那老師也可以出一兩題 螢幕給大家 好 那先丟給大家 讓大家 複習複習 那有一點小壓力 好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不會不會